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il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嵌入式策略 什么意思 马上看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只有一个 为路由绑定功能或说策略 那么如何为路由绑定功能呢 利用嵌入式的方式 您可能听到这觉得我说跟天书一样是吧 没关系 看例子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咱们要做的功能就是说 大家请看 未访问的URL呢 绑定一个存取日志的功能 怎么做 看啊 咱们今天要牵扯到实际这个功能的有两个文件 第一 在API policy下建一个access log的这么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内容是在这个地方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这个文件其实是仅仅是做了一个模块输出 输出什么 输出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有三个参数 request response 这是死的 所有的地方都一样 然后它有第三个参数 叫next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这个嵌入式的功能啊 这个策略啊 它是各个请求中的一个环节 换句话说 它处理完之后 要把这个交接棒交给下一个策略 下一个处理去 所以说呢 只要有一个next 如果说咱们这个请求失败 那咱们就不要用这个retain next 就说咱们就不往下交棒了 咱们比如说报这个forbidden啊 或者咱们给它报这个重景象到一个其他的错页面等等等等 在这地方可以处理到 目前呢 因为咱们是接近做这个日志存取嘛 所以说咱这个地方直接就说 我交棒 交到你下一个测试中去处理 我不管了 然后这个存取日志的这个access log 里面干了个什么事呢 大家请看 其实就是在控制台上呢 打印了一下用户请求了哪个URL 然后呢 他请求的方法是什么 是get是post呢 仅仅打印这个 这样呢 咱们简单的实现了用户访问的这个log功能 你说我这地方想加这个用户IP多少 可以 比如说我想加这个用户存取时间多少 可以 这个是咱们业务中根据需求自己去加 今天我给你演示了 仅仅是显示一个请求方法 以及请求的路径啊 好 接下来咱们还要有一个policy 设定文件 也就是说 我定义了这么一个策略 哪些路由会用到这个策略啊 对不对 那么用到的地方 我就应该是在configurepolicy里面进行设置 大家请看 我的设置是说 将所有的 新嘛 代表所有 将所有的路由都绑定这么一个access log的策略 当然 这是个数组啊 以后还可以在这帮帮帮帮 可以加多个策略 无所谓 今天咱们先加一个 好 那咱们试一下 实际上咱们编一下 看看这个策略能不能用啊 肯定能用 对吧 咱们试试啊 API 然后是这个policy 默认它有一个session认证的策略 咱不管 咱再加一个咱自己啊 excess log 然后 把这个代码拷过来 这个刚才跟你解释过 仅仅是输出一个函数 然后呢 仅仅在configure中打正一行这个 请求方法 以及请求路径啊 好 接下来咱们要改一下这个policy 然后呢 让所有路由给它绑定 或是嵌入一个excess log的日制功能 我看啊 是在这个config下面 跟我一起找啊 policy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然后我把这个空格排一下 咱把它排成四个空格 没问题吧 然后我看默认的话它什么都没有 在这地方 咱给它加一个 也就是说 所有的路由都具备一个 excess log的这么一个策略 当然大家请看 下面还有个例子啊 它可是说 针对某个路由的某些方法 然后呢 嵌入某些策略 这就是它非常灵活的地方嘛 它可以针对于不同路由 不同方法呢 个别定制 非常的棒 好 目前咱们先持 今天给所有的路由 一个这个onsite logo的测量 好 咱们试一下 马上启动 启动完毕 然后我进入到我的这个控制台 咱们看啊 我这儿敲上127 然后我敲了 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test下面的TAEST下面的go 灰车 大家请看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testgo 然后比如说我不叫go 叫about 大家请看 是不是又出现一个about 这个怎么输出的 这个地方怎么输出的 就是咱们的access log这个策略输出的 然后通过咱们这儿把它嵌入进来 那么就是说 它执行任何路由的时候 怎么样 都会要执行一下这个策略 同样 咱们如果是这个判断某些URB 得是login后 才能够访问的URB怎么做 也是在这地方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例子 咱们就不运行了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这个 稍等 比如说叫做编辑 比如说叫做这个用户编辑profile 比如说咱们有这么一个控制器 但是这个控制器 或者说这个处理呢 必须是login后的用户才能够做 那么咱们在这个 在咱们polar写下 应该是建一个authorize的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策略 在这个策略里面 咱们要判断 是不是用户已经登陆 是不是具有这个关联权限 是不是具有某种权限 咱们才能够访问到 这个控制器里面的这个方法 不过这个是咱们之后的话题 咱们先知道 我呢为路由绑定各种各样的存取策略 就能够实现log认证 权限限定等各种各样的功能啊 好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我那个readme给关了是吧 不好意思咱打开啊 这就是今天我给您要介绍的 所有的内容啊 建筑策略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呢为各种各样的路由 可以绑定各种各样的存取策略 对咱们这个页面中做细致的权限控制 内容控制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啊 呃希望您呢能够实际运行下我的例子 好 呃今天的代码呢就是这样 我呢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会传到YouTube 固定观看 好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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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